结婚 佛陀这样说 孩子长大后 父母有责任为他们的子女找一位适当的配偶 当然 在现代社会 这种习俗已经不再适用 不过 当孩子开始寻找他们自己的伴侣的时候 父母应该全力支持他们 除了吸引物质上的支持以外 父母也应该趁这个良好的机会 为孩子提供寻求伴侣所应该注意的事 为孩子提供建议和指导 使他们不至于犯上错误 如果孩子是有定期上庙求佛 这样 他们就有机会 结识到和他们有相同的宗教信仰 和志趣相投的伴侣 进而发展一段愉快的婚姻 在我们的国家 很多佛教徒 在他进行一生中最重要的庆曲的时候 即是结婚的时候 通常都会忘记了他们神圣的义务 佛教国家的习惯是 订婚的男女双方 会邀请法师到他们的家女祝福 祝福的仪式 可以在婚姻注册局 或者在男女双方的家里面 在婚姻进行之前 或者举行之后 进行祝福的目的是希望男女双方 在婚后能够尽自己的职责 去维持一段美好的良缘 在这个简短的祝福仪式中 只需要准备鲜花和香足就可以了 男女双方的家长 也可以邀请他们的亲戚朋友一起观礼 这个祝福仪式 会选择一个良神吉日进行 他意味着新婚夫妇 将能够维持一段成功 平和和諧 而有快乐的婚姻 单单是恋爱对方 并不足以构成成功的婚姻条件 因此 年轻人在宣誓之前 应该先看清楚 结婚对象内在的一面 本持着宗教信条 去踏上婚姻旅途的夫妇 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很自然就会寻求宗教的帮助 来获得安慰 一旦婚姻生活愉快 新婚夫妇就应该全心全意 做一个好的佛教徒 以便为孩子铺设一个康庄的未来前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歡声 一…? 韩里